什么是塑胶面试吧 滚冰 今天王后喝一杯自己喜欢的饮料真的是太正快了 真的,整个通体舒畅了 你们看,这边竟然有七个塑胶回收桶耶 应该要丢哪一个呢 你们看,每个垃圾桶上分别标示着一到七不同的号码呢 这么多塑胶回收桶,看得我都头昏眼花了 这应该没关系吧 反正全部都是塑胶类,就随便丢一个下去吧 你们等一下,你猜猜 我是塑胶辨识码的宣导大使,契儿君 垃圾桶上的号码,其实是国际通用的塑胶辨识码 这就像是每个塑胶制品的身份证 只要仔细在瓶身上面找找,一定可以找到他们的号码哦 耶,找到了 我的养热豆饭上面写了六号 我的牛奶瓶是二号 我的宝头瓶是一号 没想到真的有写塑胶辨识码 没错,一到七号分别代表不同的塑胶材质 一号PET,又称作聚乙烯对本二甲酸籽 最常见的就是宝特瓶 二号HDPE,叫做高密度聚乙烯 耐腐蚀,硬度高,像是牛奶瓶,洗衣精瓶都是哦 三号PPC则是聚氯乙烯,可塑性优良 雨衣跟水管都是用它做成的哦 四号LDPE,低密度聚乙烯 它柔软,有弹性 最常见的塑胶带就是用它来做原料的 五号PP,用称作聚乙烯 属于半透明的容器,耐高温耐酸碱 六号PS,剧本乙烯,脆弱易碎导热叉 像是大合,保力龙都是由它做成的 七号其他类种类很多,像是PM妹妹压颗粒等合成塑胶 都是它的回收范围哦 那我们回收分类这些原料,会有什么帮助呢? 废塑料的用途很广,回收都能再制成不同的产品 像是衣服,人造皮革,塑胶水口,还有衣架等等 好好再利用,就可以不断循环,生生不息 因此做好分类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哇,没想到原本无用的飞塑胶 经过回收再利用,根本超级环保呢 对啊,在小型塑胶制品像是吸管 却因为回收价值不高,往往难以回收 这时候就需要政府或注重环境的企业家们辅导 才有可能彻底落实回收 但我们还是要先从自己做起 毕竟环保是每个人的事情啊 没错,知道什么是塑胶辨识码后 做到正确分类,进来才更有意义 地球也会越来越美丽哦 好,我们一起建一份